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远二字摸着这个一笔一画 就浮现出了火光青天 炮生隆隆 岁月变迁时光逝去 封存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水下考古队员手中得到重启 上一秒他仿佛还在水面之上 在战斗的下一秒的时候 我也就潜入海底 然后再摸他的雷雷伤害 经远见水下考古究竟有哪些发现 它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期节目为我们播开百年历史名义 讲述奋战的最后一刻的金元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参加今天公开课的 由我们节目组 面向社会招募的四名考古学员 他们将通过网络全程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并与专家实时连线进行交流互动 好 各位学员 你们好 陈老师好 老师好 今天的节目现场 大家都看到了有这样的一艘船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它有关 学员们 你们仔细来看一看 这是一艘什么船 是一艘什么年代的船 它可能是一艘战船吧 因为我看到上面有大炮 有一些武器 我觉得这艘船应该是比较的近这种 明清时期的船 我也觉得它应该是近代以后的 但是我对这种船特别不了解 就只是感觉好像在电影里面看到过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这个船 我觉得它好像是有装甲这些在的 我觉得按这个年代来说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船 按这个技术来说 学员们是各述己见 那么这到底是一艘什么船呢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三位嘉宾 这三位嘉宾可以说都与这艘船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掌声请他们上场 好 我来向大家逐一地介绍一下 这位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冯雷副研究员 欢迎您 大家好 陈老师好 第二位是天津市文化遗产中心的张瑞管员 欢迎你 陈老师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的马俊杰研究员 欢迎马老师 陈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们还得说回这艘船 这艘船就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的 一艘战舰的模型 甲午战争博物院呢 大家可能有的知道在山东危海 那么这艘船呢 来到我们演播室非常不容易 刘宫岛坐船到了危海 从危海又上车 然后由马老师他们几个人压车 一直开到北京 是吧 是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艘什么船呢 我们请马老师来回答大家 好吧 马老师您给讲讲 好 这艘船的模型呢 它叫京远舰 也就是京远号巡洋舰 在我们甲午战争博物院 保存着几乎参加甲午战争的 所有的主战舰艇的模型 都有 都有 这是其中的一艘 那么这个京远舰实际的大小 到底是多少 我们看到它的长度是82.4米 80多米 它的宽是11.99米 它的吃水呢 是5.11米 它整个的排水量是2900吨 那么它在动力方面 它的动力是5800匹马力 它的航速是15.5节 就是每小时15.5海里 那么我们再看看 它的舰上的5倍 舰上的5倍是这样的 它装备于两门是 210毫米的科鲁伯舰炮 就是最前面那个 就安装在舰手 还有两门呢 是150毫米的科鲁伯炮 安装在这个两旋的耳台上 就这个 那边还有一门 除此之外呢 还装备有很多门的 小口腻火炮 包括两门47毫米的 哈齐开斯武管机关炮 还有五门是37毫米的 哈齐开斯武管机关炮 还有一门是47毫米的快炮 那么这些小口腻炮呢 它安装在舰手 舰尾 两旋 还有这个围盘上 那上面还有 所以的分布于军舰的各个角落 说到甲午海战 说到北洋舰队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不是京远舰 而是智远舰 因为不管是历史教科书 还是一些影视作品 特别是 我觉得是60年的时候 长春电影制片场 拍摄的那个甲午风云 那个邓士昌 指挥致远舰 英勇抗敌 最后壮烈殉国 这个可能给不止一代人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么我们所说的 这些战舰 包括还有定远舰 最终都沉入了海底 那么这些战舰 在海底沉睡了 一百多年之后 终于被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发现并进行着水下考古 而冯磊老师 就是这次京远舰 水下考古的副领队 是吧 对 张瑞也是考古队的队员 那么有一个疑问 就是三位是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地方 辽宁 天津 山东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这个水下考古 有一个特殊性 因为我们在全国 从事我们水下考古的 经过国家文物局 这个专业培训的 加一起也就不到二百人 所以说这个水下考古 就有强调 全国一盘棋的说法 然后像这次 我们经典界的调查 就调集了全国的 属于水下考古队员 这些精英 基本上有来自什么 海南的 广东 福建 海南的也 对啊 湖北 还有江苏 山东 天津 北京 加上我们梁宁 大概有二十几位吧 水下考古队员 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其实本来这个 经远舰水下考古的领队 也是要来的 是吧 但是现在呢 在威海海域 正在紧罗密谷地 进行着定远舰的水下考古 其实无论是定远舰 制远舰 还是这艘经远舰 他们都是甲午海战 那段悲壮历史的一部分 那场改变了 中日两国命运的战争 让我们永远不能释怀 那么接下来 马俊杰老师 将为我们 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段 对国家和民族产生了 深远影响的历史讲起 在讲述历史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艘经远舰 这艘经远舰 它是由德国建造的 一艘装甲巡洋舰 那么这一款的装甲巡洋舰 它是十九世纪的中期以后 才出现 德国也是首次 制造这一款的巡洋舰 这种巡洋舰 与铁甲舰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只不过有吨位上的大小 防护农力的强弱上的一些差别 按照北洋海军张胜的规定 它舰上所配备的官兵 也就是人员 是二百零二人 实际上在作战的过程中 拥有战争的需要 往往要多配一些人员 实际战争中 它的人员更多 经远舰的管代是林永生 他的军衔是副将衔 那么清政府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 要建造这么多的军舰呢 北洋海军又是在一种 什么样的大背景下 创建的呢 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 因为这艘战舰 它离属于北洋舰队 我们先来说说 北洋舰队创建的情况 早在1874年 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 这个事件 当时来说 日本派出了五艘战舰 和一批运输舰 就侵略台湾 这个事件 对清政府上下的刺激 是非常大的 清政府内外 引发了一场 有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 那么在这场讨论当中 有一些有势之势呢 就提出来 我们要加强海防建设 当时的支离总督 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呢 就决定要建设一支 近代化的海军舰队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 要建成 它少不了船 当时我们中国啊 没有建造近代 舰船的这种能力 所以呢 只能从欧洲去购买 所以从1875年开始啊 在李鸿章的推动之下 清政府呢 就开始向欧洲 购买了一批舰船 最早是从英国 购买了一批文字船 也就是小型的炮舰 再后来 从德国购买了 两艘大型的铁甲舰 这就是后来的定远和镇远 又购买了一艘 穷甲巡洋舰 这就是吉远 但是啊 仅仅有这些舰船 要建成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还远远不够 可是恰在此时呢 又发生了一个 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就是法国 挑起了中法战争 在中法战争中 福建船中水 实施全军覆没 这一个事件 又是对清中府的 一个巨大的刺激 所以李鸿章 决定加快 北洋海军的建设步伐 再一次从欧洲购买舰船 这一次啊 他计划购买 四艘新式的装甲巡洋舰 这四艘战舰呢 从1885年开始建造 1887年建成 就回到了我们中国 就在军远舰 回到中国的第二年 也就是1888年了 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了 北洋海军的成军标志 就是北洋海军张传的半部 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啊 一共有战舰舰25艘 北洋水是梯都 是丁武昌 他也是我们中国近代 第一任海军司令 那么甲午战争 是怎么爆发的呢 我们就来看看 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的爆发呀 首先我们要从日本摊起 1868年 日本国内呢 就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 这场运动把日本 推上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啊 日本就奉行了一种 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 在这个国策的指导之下 它制定了一个 制裁推并中国 冲霸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大陆政策 在经过了几年的准备之后啊 日本感觉到 我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 已经到了 已经成熟了 所以在1894年 就发动了侵华战争 1894年的7月25日 日本舰队突袭 北洋水师的纪远和广语号 从而瞧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啊 就由此爆发 那么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一看 惊眼舰在这场战争中 它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 北洋海军它成军的时候 从装备上看 它在亚洲是排在第一位的 而经院舰呢 在这支近代化的海军中 它占有绝对主力的地位 我们大致上可以从四个方面 来认识和理解它 第一个方面呢 从吨位上来看 它2900吨 它的吨位仅次于大型铁甲舰 定远和阵远号的吨位 所以从吨位上来讲 它在北洋海军中 战的地位很高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从编制上来看 经远舰 它处于北洋舰队的 核心战斗力的构成要素 北洋海军冲军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了 它有战舰是25艘 这25艘战舰中 铁甲舰和装甲巡洋舰 一共是9艘 当时北洋海军啊 把这9艘主力战舰 分为三路 这就是中军左翼和右翼 而每一路呢 又分为左中右三营 每一营就是一艘军舰 而经远舰处于右翼 左营的位置 也是绝对的主力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再看看 在战争中的作战阵型当中 经远舰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它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重要 而关键的位置 它处于右翼的中心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往左 他要支援两艘铁甲舰的作战 和来远舰相配合 往右 要保护超永和扬威 这两艘弱舰 所以战争中 他的责任不强 第四个方面 从他在海战中的表现来看 他也发挥了一艘主力战舰的作用 海战大响以后 那么经远舰和来远舰相互配合 给弱舰比锐和支撑 以重大的打击 同时也抗击着像吉野 浪速清津洲 这样的日本的强舰 一直战斗到它沉默为止 给予日本海军 以相当成功的杀杀 这就是经远舰的基本的历史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马老师的精彩讲述 我不知道听完 马老师刚才这段讲述 我们的学员有什么问题 马老师您好 就是有两个问题 想和老师请教一下 这艘精远舰它是所有的战舰中 航速最快的吗 还有就是有人说 其实当时精远舰是在逃跑的时候 被击沉的 我想听听老师的看法 北洋舰队速度最快的是致远舰 致远舰 它是18级18级队 对 关于有人说 精远舰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击沉的 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按照当时国际海战的规则 一艘军舰在作战当中 如果它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伤 或者战斗力急剧的下降 它可以暂时撤离交战和海域 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进行自救 自救的过程 比如说要抢救舰炮 抢救炮蟹 抢救伤员 还有扑火堵漏 那么这些工作都在自救当中要做 按照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 对 是允许的 刚才听了老师的讲解 我也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老师 第一个就是 当时日本舰队 他们的实力 是真的比北洋舰队的实力要强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 说北洋海军他们最终的失败 是由于他们阵型的失误 想请教一下老师 这个说法准确吗 一支近代化舰队它的实力 它包括着武器装备 人员素质 还有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 它综合构成的 中国和日本 这个两个舰队 其实是各有所长的 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是从综合这个衡量来看的话 北洋舰队是处于劣势 当然北洋舰队它的最后的失败 它不能归结为作战阵型上 因为在黄河海战中 北洋舰队所采取的这种作战阵型 它是丁武昌他们 在海战之前事先预定的 不是临时采取的 那么这个阵型 也是在战前经过反复演练的 这种阵型 它的优势就是能够发挥 北洋舰队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它的舰炮都在箭手 比如说它的吨位很大 这些优势都能够通过 这个战斗队型发挥出来 当然任何一种作战的阵型 它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那么它存在着一些缺陷 这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说 北洋舰队的失败 不是失败在作战阵型上 它有更深的原因 作为黄海海战的主力战舰 经远舰沉入海底已经一百多年了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是它突然被发现 下面我们就请上冯磊老师和张瑞老师 一起来和大家分享 请 经远舰躺在海底一百多年了 怎么就突然想起来 要对它进行考古发掘呢 经远舰随下考古调查 和现在进行的 定远舰随下考古调查 都是国家文物局 随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 一个系列项目 这个项目的开展呢 最远应该从智远舰的调查 开始说起 这个智远舰的调查期间呢 我们呢 收集了一些 关于经远舰的线索 也找到了当地的一些渔民 进行了一些访问也好 也看到了渔民 通过这种捕鱼啊 捡到的一些文物 例如什么铁钾片呢 还有一些子弹壳啊 我们也初步确认了 经远舰的那个沉没的 这个大盖的方位 2018年 国水中心和我们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院 加上大连市考古所 就是联合组建了 经远舰随下考古调查队 然后正式呢 对经远舰这个遗址呢 进行调查 当时18年调查之后呢 获得了当年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张瑞我觉得很年轻 他是不是在 这个水下考古队当中 算是年轻的呀 不算了 不算 你还不算年轻的 还有比你年轻的 对 我说下面还有三届的 你是什么时候 接到这个参与 经远舰水下考古的 我是2016年参加 志愿舰水下考古调查 这个工作末期的时候 然后领队周春水先生 然后就跟我说 愿不愿意参加 经远舰这个水下考古调查 然后我当时就说是 我非常愿意参加 因为能够参加这么重要 且意义非凡的水下考古工作呢 是对我的极为难得的经历吧 在2018年8月时 我报道的那一天呢 就特别的激动 然后我在我的《再见经远》书中 开篇自序中 就特别提到的这一点 就是这本书啊 对 是的 我也听说它写了一本书 我特意拿来送给您 谢谢 在这本书里面 自序里面开篇就写了 就是说能够参加这样的工作 是我的荣幸 《再见经远》 《再见经远》 应该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中国水下考古 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 这项工作是由一群 什么样的人 带着怎样的一些心情 然后在哪里 怎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然后把这个详细地 给大家介绍出来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想把这本书 写给全国千千万万的 中小学生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目的 我希望写出一本 能够让他们能够愿意看 且看得懂的 能够看得进去的这本书 可能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称语叫大海捞针 其实我们水下考古 所做的工作 就跟大海捞针是一样的 因为在一些 以往的资料里边 不管是清史稿 还有是明治27、28年 这个海战史 主要记载的 都是一些海战的过程 对这个经远舰的沉默的 这个位置都没有记载 尤其我们也查阅了 就是日军当时战户的 一些资料 它记载了有一些经纬度 但是我们根据它 那个经纬度去定位的时候 既然定位到路上 这就明显是一个不合理 因为它肯定是沉默在海里了 所以说找经远舰的时候 就是全能靠我们自己了 所以我觉得找经远舰 这个过程 就用大海捞针 太贴切不过了 对 当时我们领队周森水 它从一方书上 找到了一张照片 然后通过这张照片 也还原了当时 经远舰沉默时的现场情况 这个就是当时日军拍的 那个经远舰上最终沉默的 最后一张照片 在这个照片的左面 有一个演员演员看着一个山脉 这个山脉通过对比 这个就是在庄河黑岛附近的 一个山脉的图形 当时这个照片可能是 因为经远舰沉默的时候 是下午五点半左右 根据这个时间 然后日落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舰沉默的距离 估算这个距离 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吧 我们周队就研究了很长时间 就是大概定了一下 这个经远舰沉默的一个方位 这真是不容易 对 真是不容易 然后还有一个 对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线索 就是在明明八年初的 一个装盒限制上 有那么一句话 叫建在老石东巴黎许 它这句话是 什么意思 这个里边主要提了一个地点 叫虾老石 这个虾老石 后来我们通过走访 就是说的 当时那个海域有一个老 叫老人石 现在叫老人石 当时叫虾老石 东巴黎许 就是离这个 这个很有用 这个很有价值 只有这一个一条的 以前的杀料了 对这个经远舰沉默的位置 比较精准的一个说明 但是你得找着这老人石 对 这个老人石 它是一个凸起在海面 那个礁石 大家看见的这个 就是当时海面上的一个礁石 现在我们都叫它老人石 这就是以前 那个中俄县制里提到的虾老石 当时这个经远舰 也是为了抢摊到这个礁石上 你看这个这张照片 书上也有 是吧 书上有 是你拍的 是我拍的 那你跟我们说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位置拍的呢 在船上吧 这个是 对 是我们在那个第一次 那个出海的时候 调查去现场 那个看那个现场的时候 那个船那个位置 大约行驶到我们那个 磁力反射那个 就是最强那个 我们定位的那个位置 我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去反拍那个虾老石 就那个老人石 现在叫的老人石 这个位置 这两个条件就是大概确定了我们要调查的一个范围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调查就要使用到了我们最常用的调查用的一个物碳的手段 这里提的这个物碳呢 叫地球物理探测的一个简称 找油田 找矿 还有什么预测地震都会使用这种物碳技术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主要使用四种一种物碳这个设备 一个是声纳多波素侧身仪 然后还有声纳这个旁扫 然后有潜力层声纳 还有一个就是磁力仪 主要就是这四种 这个物碳技术呢 就可以精准地找到了 因为在我们那个所有的物碳设备 连接的全是我们的定向GPS系统 它就是能基本误差在毫米级 然后呢我们调查的期间呢 也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 一个录像的一个采集 水下还要拍摄 对对对 下面我们呢 观看一段当时我们录的一个视频 那非常好 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水下视频 其实这是14年拍摄的 14年的这个水下能见度 还是非常好 我们当时看见这个船体的时候呢 上面有很多很多渔网 因为它突出在海艘表面 最高的地方可能突出两米多 渔民作业的时候呢 会挂网 很多网就挂在那个遗址上 我们当时以为 这是个船体的一部分 从磁力反应来讲呢 因为精远舰 它是一个装甲巡洋舰 它体量也大 对我们那个磁力反应 那个数据呢 也特别强烈 后来我们通过这个 多波素的这个扫册 才发现 原来它是一个环形的结构 最终呢 我们通过一个对比比较来说 最终把它 认为它是精远舰的一个铁甲宝 上面的一个传体结构 铁甲宝一共是42米长 它主要是集中在舰体的这个中间 然后呢 它沿着这个水线 在这个水线的两侧 铁甲宝大概是1米8的高度 水线以下大概有1米2 水线以上大概有60公分 它是主要是保护动力舱 不受破坏 它这个没有画出这个铁甲宝这个结构 因为这个早些年做的模型 可能是跟我们现在调查 精远舰的这个传体结构呢 有一些出入 这里呢可能也是体现了 我们做考古的一种意义吧 现在可以说初步的可以判定 首先这儿有沉船 对 根据前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 有可能就是精远舰 但是要确认它的身份 必须还得找到 实证 实证 是吧 当时呢 因为我们通过一个多波素的形态 然后呢 加上我们技术业员呢 对这个多波素形态 做了一个3D的一个模型 我们比较来讲呢 恍然它应该是倒扣的这个船 翻着的 对 应该是底儿朝上的 我们确立了这个方向之后呢 虽然说看不见 但是我们基本上这个船体形态 都在我们心里 基本上就可以正常地进行 但是呢 这个铁夹宝是录在外面的 其他船体的信息呢 全是埋在泥下的 我们要是想 确认这个船体这个保存状况 那就是我们要进行 我们这种发掘手段 就是这种调查手段 就是一种抽杀 要抽开舰体旁边的一些淤泥 然后把一些 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 才能表露出来 也看一段视频 这当时呢 就是一个水下的一个状况 但你看 但是这个能力度 已经算很好了 手电光这个照射下呢 可以能看到 二三十公分吧 抽杀其实就是用一些设备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抽杀的装置 是用高压器 把这个高压气体打到深海水底 然后它自然上升膨胀 而带动水的流动 然后去带走泥沙 简单就是一个构造 这是我们用来清理细部用的 那这个像这个抽杀的过程 大概得用多长时间呢 我们这个发掘过程 整个过程都在抽杀 都在抽杀 都在抽杀 一边抽杀 对 一边抽杀 就像陆地考古一样 也是一直在发掘 一层一层地在发掘 这就明白了 陆地上我们可能用手杀 我们下边呢 就是发掘的时候 就用这种抽杀装备 到细部呢 我们可能也用一些手杀啊 毛刷啊 就是清理一些文物的时候呢 可能也要用到这些东西 据说最后确认了 京远舰的身份 是因为找到了它的舰名 是这样吗 对 对 对 舰体的不同结构 现在就是被我们抽出来了 也就暴露出来了 当然最早我们抽出来的是 就是这个 我们看这模型 这个耳台 就是150毫米炮的耳台 对 对 对 扣的嘛 我们就抽出了 它耳台下面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在右旋 又抽出了 有没杂的排五口 还有排随口 然后有我们的木质悬梯 当时看见的时候呢 这个排五口啊 这个口全是朝上的 这再次证明 我们当时推断 它是倒扣的 对 因为它口朝上 我们一摸 这是个窟窿啊 然后呢 那个像那个排杂口啊 它大概是40乘41个箭方了 很大 然后排随口呢 是很小 静远箭 它是左侧 重担特别多 就是这一侧 重担特别多 对 右弦呢 按理应该是保存的比较好 就这个迹象 可能也比较多 找那个箭明的时候 是定的右弦的一个方向 嗯 现在我们看见的呢 就是这个 我们后来发现的一个 圆形的一个悬窗 然后现在 就是我们所谓的排污口 它那个排污口 可以清晰的 可能看见口朝上 印证了我们 这个倒扣的这种推断 大的 这个大口呢 就是一种排那个 是属于梅 烧梅没渣的口 然后有小口呢 是那种排污水 那么的口 然后还有这种 木质悬梯 这个木质悬梯呢 就是在登箭时 所用的 为了找到 我们箭明的位置 我们在船上 用这个线做了标志 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线呢 就是直眼我们 箭明方向的 一个指示 这个黑色的管子呢 就是我们当时 那种气管 抽刹用的一个 高压气管 现在大家可能看见的 这个圆形悬窗 那种铜质的窗框 然后中间是玻璃的 当时呢 通过这个玻璃呢 可以清晰地看见 船舱内的形态 里边都是一些细尘 就可以证明啊 当时这个船舱内啊 应该是保存得非常好 然后沿着那个 这个圆形悬窗呢 一直往下 圆形悬窗啊 是在海床以下三米左右 我们那个箭明呢 是在我们海床以下 五米五的地方 大家可能现在已经清晰地看见了 这是最先露出来的 是晶圆的晶字 因为晶圆二字呢 在下面也是一个倒立的形态 可以从这个晶圆二字的时候 可以看出 特别这个穷尽有力 可以依稀地看出那个当时晶圆舰的风采 这也是至今为止 我们甲午海战方面课题 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这是个圆字 当时这个晶圆二字呢 都是用繁体字写 我们在晶圆六条期间呢 还发现了一个木牌 这个木牌上也是清晰地烙印着晶圆二字 当时发现这个木牌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在灯光下研究了很久 当时这个字体还是不是很清晰 这现在呢 是经过我们文保园园处理之后 这个晶圆二字才清晰了 据说当时是您潜到水下 第一个摸到晶圆舰见明 我们潜水下去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头朝下 脚朝上 因为到下面的时候呢 下面很窄的 大概只有一米五到两米宽了 当时呢 我下去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能应动不好 手电的余光呢 只能看见这个字的一点点 然后我索性呢 就把手电筒关了 就用手一直摸着 这晶圆二字 就是摸着这个一笔一画 然后 现在想起这个心情也很激动的 然后感觉 世界突然静下来 就自己的呼吸也慢慢地 都变得特别缓慢 然后脑海里其实就马上就浮现出了 当时那种战争的场面 这种火光冲天 炮声隆隆 然后我们的官兵们在呐喊着 在这个英勇地抗击着 就这种情景让我当时特别特别难忘 然后我又想起了 那个 当时那个静远界二父陈经营的家书中的 有一句话 叫 资济国家有事 理应尽忠 但尽忠不能尽孝 没有想起这个时候 我特别特别感动 有的时候 想起这句话 这时候 自己好像就 忍不住地会流泪 一种触摸 用这种身体的感受 带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后来我出了水面之后 我见到我们每个水下队员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 让他们一定要用手摸一摸 静远二字 去感受一下这个静远 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触动和感受 那后来这些队员们 他们都下水了吗 都摸了吗 基本上 基本上都去了 都去了 基本都去了 张瑞 在这次考古 水下考古当中 你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是负责水下考古发掘 然后以及水面的上面的一些摄影工作 这个拍摄过程当中 你印象最深的觉知是什么呢 然后我的那个 住的那个集装箱呢 是跟领队我们两个床 是相挨着的 一般的那种状态 工作状态就是领队在桌子那边 然后写他的整个工地的 一个工作日志 然后敲他的电脑 然后我在这边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戴上耳机 然后听着大机型 然后就开始写我自己的 那个工作的记录 听着还挺浪漫 还是挺好 一般都是夜深深镜的情况下写 刚才你说了一个集装箱 对 这些 那就是要住在 住在集装箱里 我们一个屋大概住八个人吧 七八个人 应该是四张上下铺 住七个人 满边的时候是八个人 因为给我留一个铺位 然后要放好多的 个人的设备啊 东西啊什么地方 虽然你说说起来挺浪漫 但是我们听起来还是挺艰苦的 其实这些对我们印象都很深的 因为我是负责拍照的嘛 所以说我就每天拍 各种各样的生活照 工作照 各种每一位队员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就是还原 现场还原那个场景 然后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当时的那些感受 有一天印象也是很深的 有一天半夜我走到那锅道上 发现领队在那个 打捞上来的铁质的铁甲呀 然后战舰那些残损的那些东西 那些部件 搁到一个筐里面 然后我发现领队自己在那个筐那儿 发呆的感觉 然后我就随手就拍一张照片 他半夜在那儿去观察那个框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估计可能 应该是挺有感触的吧 考古发掘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 知晓我们曾经的历史 而对于甲午海战中沉入海底的 经远见的水下考古 则更是可以为我们唤醒一段悲壮的历史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那么经远见到底是怎么沉默的 在甲午海战中 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请马俊杰老师 为我们拨开百年迷雾 继续讲述 经远战舰如何奋战到最后一刻 为什么我拨开百年迷雾 我这是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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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啊 这两枚鱼雷都没有击中碧锐舰 战斗持续到下午的三点钟左右的时候 志远舰 在撞击击野舰的过程中 就被日本军舰击沉了 到这个时候为止 我们可以看看 北洋舰队有五艘军舰 已经损失了 已经不在战场上了 有沉默的 有搁浅的 还有逃离战场的 此时的战场上呢 只剩下了五艘军舰了 这就是定远 镇远 镇远 来远 和京远舰 这五艘军舰 受伤都非常的严重 据战后进行的勘验 仅定远舰和镇远舰呢 这两艘贴甲舰 各受伤一千多处 定远舰重炮一百多发 并且舱面上燃起了大火 人员伤亡也非常严重 虽然日本联合舰队 也有五艘军舰撤出了战斗 但是它所有的主力战舰 几乎全部在战场上 尤其是它第一右击队 这四艘军舰 阵容非常的完整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静远 来远和京远 这三艘军舰由于受伤很严重 就决定暂时撤离 作战这个交战的区域 到潜水区进行自救 可是日本联合舰队 第一游击队的司令 平井航三 发现京远舰 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决定对京远舰展开追击 大家都知道 京远舰它的航速只有15.5级 并且深受重杀 所以很快就被第一游击队追上了 第一游击队 这四艘装备有大量速射炮的军舰 就展开了对京远舰的围攻 战斗是异常的激烈 京远舰在作战当中 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但是寡不敌重啊 损失非常严厉 林永生头部重弹 当场就壮烈迅果了 截替他指挥的大副二副 也相继牺牲了 但是日本军舰还没有把守 继续进行围攻 这个时候啊 从日本军舰上看上去 京远舰是电光四蹦 火焰冲天 可见当时他受伤有多么的严重 他的左旋水线部位的装甲带 被击碎并脱落了 海水就涌进了船舱 到了下午五十二十九分的时候 整个京远舰向左侧穷斜 然后翻成海中 广甲舰的管轮卢语英啊 后来在他的回忆路中 他这样说 当京远舰沉没的时候 在海面上就生酮起两股浓烟 那么这两股浓烟啊 我觉得就是京远舰的这两个烟囱 所发出的最后的烟尘 京远舰上二百多名官兵 大部分都壮烈地吸尘 好 这一环节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马老师的精彩的讲述 马老师的精彩讲述啊 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波涛汹涌 硝烟弥漫的海战的战场 京远舰以一敌四 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二百多名官兵与舰同臣 真是英雄之剑 壮烈之举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请上冯老师和张瑞 好 请 我觉得对于这个甲午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 从感情上来说不同于一般的水下考古 甲午海战这个课题在我们心目里 尤其在我们 我作为一个辽宁人 还是有很深的这种情节在这里边 也有不一样的感情和不一样的心情 跟其他的项目参加的其他项目不太一样 就是说像南澳一号啊 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的话 那些人物都非常的久远 没有图像的形象的东西 也没有太多的故事性的东西 因为那些故事需要再发掘 然后没有记载下来 像甲午战争的这些陈剑的话 它上面的人物你能看到它的照片 然后它的成长经历 然后它所有的做的这些事情 在战争中的表现这些东西 都能够有据可查 然后而且是真实的 然后当这些东西 跟你在水下又摸到了 惊远舰那个大字的时候 它就一下子就联系到一起了 就那种感觉 就是这段悲壮的历史 对 总是浮现在脑海的 对 我写过一段文字 就是说上一秒 它仿佛还在水面之上 那个在战斗的 下一秒的时候 我已经潜入海底 已经在抚摸它的累累伤痕了 是那种感觉的 我不知我们的学员们 你们听完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通过今天的学习 感触很深 那么我想问一下冯老师 就是咱们这一次 经典间的水下考古 都打捞出水了哪些文物 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 好的 我回答一下 我们一般都不叫打捞出水文物 我们都叫发掘 发掘出水 我们次经典间调查 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去提取一些 很多一些文物 这次一共出水了文物大概513件 都来源于我们对箭体旁边的这种清理 也有一部分是在我们抽插框里边清理出来的 这些文物主要是有几块 一是箭体结构 主要是以铁质 木质 铜质的一些材质 然后再有就是武器弹药 主要是以弹壳 还有一些引信 还有一些拉回者为主 包括11毫米的子弹 也有 还有什么37毫米的 47毫米的 都有这种类型的 再有就是一些生活物品 因为船上的官兵在一起有200多人 然后在一起生活 也包括他们用的水盐袋 还有麻将 穿的鞋底 还有一些小木质的小马杂 最主要的一个发现 是发现了120毫米炮弹的敌火 还有一个53毫米的一个炮弹 这些东西在出厂上的都没有记得 通过这个可以规测出 经眼舰这些应该武器 都是在后期加装的 也是能看出来 有这种增加自己火力的想法 而且还从另一个侧面 有一些材料显示 我们一些甲午的官兵 在给自己的亲人写信的时候 在信里边也有提到 中日双方的这种实力的对比 已经明确地已经看出了 我们和人家 日本战队的这种差距还是很大的 但是他们既然明明知道 我们就是在这种胜存不大的情况下 也应战 也是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 我想问一下马老师 都说是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经费 为自己诸售 才导致北洋舰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最终失败 请问是这样的吗 谢谢老师 从1888年 北洋舰队成军 一直到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 这期间一共是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中 对于日本海军来说 这是突飞猛进发展的六年 可是对于北洋海军来说 这六年基本上 没增加一艘新舰 连武器装备的更新都非常少 如果说原先 我们跟日本比的话 还有一点优势的话 到了1894年 这点优势荡然无存 而且在母系方面 已经处于了下风 那么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经费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没有钱 那么经费短缺 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虽然非常复杂 也是多方面的 但是慈禧太后 挪用海军经费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史料 可以 有些史料可以充分地证明 它当年就是挪用了海军经费 不过它挪用得非常隐蔽 它是以建设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名义 培养海军人才的名义 挪用了这笔经费 至于挪用的数额 由于它很隐蔽 它没有留下这个账单 我们目前无法搞清楚 但是呢 在学术界有些学者进行了推算 说大约挪用了750万两百亿 那么这个数字如果成立的话 按照经远舰的造价来判断的话 它可以购买十几艘 经远级的贴甲 好 你看 所以我们说 它挪用这个海军经费 对海军舰势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我知道马老师在担任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之前 马老师一直在海军服役 我知道您当初是海军航空大学的教授 没错吧 没错 所以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这个北洋水师最后是全军覆没 那么到底是有多少艘是被日本人打沉的 其他的战舰命运怎么样 第一种命运 就是被日本军舰所击沉的 包括黄河海战中的志远号 京远号 还有超永号 在危害卫保卫战中的静远 来远还有威远 这些军舰都是被击沉的 那么第二种命运呢 就是自沉 比如说在危害保卫战 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定远舰 就是受伤以后 就是自沉的 那么第三种命运呢 就是被日军俘虏 就战中结束以后 成了日军的战力匹 包括这个镇远 还有近远 还有平远 这些军舰 都属于这一类 那么被俘虏这些军舰呢 像镇远舰 它编入了日本联合舰队 作为一等海防舰编入 参加了日俄战争 后来这艘军舰呢 战中结束以后啊 被作为绑船 最后的拆解了 这是最终的命运 你像机远舰和平远舰 也被编入日本舰队 也参加了日俄战争 在海战争啊 触发了俄国的水雷 都被炸沉了 所以总而言之 北洋舰队的这些军舰 都没有逃脱悲惨的命运 后来有人说 说是甲午战争 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 就是你海军打胜了 这场战争就胜了 海军打败了 这场战争就打败了 实际上这种说法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你看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 甲午海战 全军覆没了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它就加速了整个 中日甲午战争的 失败的进制学的 而这场战争的失败 给我们中华民族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所以这又一次证明了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 沿海的国家 必须经略海洋 建设海权 发展海军 可喜的是啊 我们建国以后 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走过了一段 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走到今天 应该是进入一个 大发展的时期 虽然我们面临着挑战 但是我们面临着 很多的机会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此时此刻 应该深刻地总结 甲午战争的教训 放眼未来 即我们中华民族 全民族的力量 建成一支 在世界上一流的海军 使这支海军 成为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富裕的 坚强的注视 是的 今天我们应该感谢 三位老师 三位嘉宾 带我们重启时光记忆 重温历史真相 同时我们也感谢 参加今天考古公开课的 四位学员 也谢谢你们 京远见 陈建一记 是中日甲午海战的 真实见证 他的发现 还原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将京远见的真实历史 挖掘出来 就是为了提醒我们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要不忘国耻 发愤图强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